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之后再见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了 两人当时见面的时候很是惊喜 因为觉得这是缘分所致 所以两人在大学时的联系就格外的频繁 到后来 谢明宇发现她对小珍的感情早就超越了友情 她想更多的了解小珍 想当小珍的男朋友 可是越是这样熟悉的朋友关系 在开口告白上就显得格外的困难 但是 谢明宇还是鼓足勇气 找到小珍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小珍却意外地答应了 还说道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说这个话 我是女孩子 我先说还有点不好意思 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 没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了 当下 谢明宇就带着小珍出去庆祝 并且在交往感情稳定后 谢明宇告诉了自己的妈妈 说现在的女朋友是当时的邻居小珍 可没想到的是 谢明宇妈妈却极力地反对 说道 你怎么找了个这样的 小时候我就不喜欢这个女孩 她从小就没有爸爸 谁知道她是怎么来的 从小就跟她妈妈一样 长得跟个小狐狸精一样 家里条件又不好 还好当时搬走了 我不同意你俩在一起 赶紧分手 你怎么能这么说小珍 小珍是单亲家庭 但是这和小珍有什么关系 她妈妈也是老实本分人 之后在别的城市发展 也很不错 你知道小珍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你就乱说 以后你少跟楼下的赵姨王婶待着 天天就是说这些 谢明宇反驳道 挂掉了电话 心里反而更加想跟小珍在一起了 小珍的确是单亲家庭 但是妈妈是从事文字工作的 搬家是因为当初有人追小珍妈妈 在确定关系之后 小珍母女俩就搬去和小珍的姐夫一起生活 日子过得光明磊落 根本没有谢明与妈妈说的那样不堪 两人在一起参加了工作 感情也越来越稳定 于是两人就打算结婚 小珍父母这边自然是没什么问题 只要是男孩对小珍好 他们也不太过多要求什么 而谢妈妈也实在是拗不过自己的儿子 也只好答应 但是心里还是不喜欢小珍 双方就这样订了婚 之后小珍家里就找到 谢妈妈谈彩礼的事情 小珍妈妈说道 彩礼钱我也不多要 但是我们这边结婚 的的确确是有这个彩礼的习俗 并确我们家要六万块钱的彩礼 也不是很过分 我们也都是看在孩子们相互喜欢 也没有敢多要 可是既然两人都相互喜欢 你还要什么彩礼钱 不是我说不想给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你要彩礼钱 不就等于卖女儿 你女儿听到了会同意吗 谢妈妈这样说道 这时候 小珍继父母说道 这个彩礼钱 也代表着你们的态度 这点成立都没有 我们为什么要把孩子嫁给你们 再说连这点彩礼钱你都拿不出来 这说出去都会让人笑话 谢妈妈是个爱面子的人 害怕别人会在后面议论 于是也就答应给六万彩礼的事情 两人的事情就这样敲定下来 两个年轻人在一起欢喜地 为自己的婚礼做着准备工作 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小珍开始有些不舒服 因为两人早就确定了关系 参加工作后就一起同居 一起生活 起初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 是因为这段时间又要工作 要准备婚礼的事情 让自己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两个年轻人都没怎么在意这个事情 可是到后来 小珍的脸色一直不是怎么好 并且吃什么吐什么 谢明宇就有些担心 怎样都要把小珍 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这一检查才知道 小珍现在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这对于马上要结婚的男人 更是喜上加喜 并且很快的两人 就各自告诉了父母 好在结婚的日子 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就商量着 趁着肚子还不是很明显 赶紧把婚礼办完 可是准婆婆却不是这么想 得知这个消息后 还跟谢明宇嘟囔道 未婚先孕 这像什么样子 我就说 她跟她妈一样 看着人模人样的 背后不知道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你怎么 就被这样的人勾了魂 谢明宇不满婆婆这样 就赶紧制止住婆婆的话语 让她不要再说 可也就是在这时 婆婆心里有了一个主意 谢明宇其实是家里的老大 在她家里还有一个 小自己四岁的弟弟 如今也刚刚参加工作 最近弟弟一直想着 想买一辆车 但是奈何自己刚参加工作 没有那么多钱去购买 只好等工作稳定的 再自己努力一下 让弟弟惊喜的是 婆婆这天主动找到弟弟说 你不是想买车 这边正好有我给你哥准备的彩礼钱 反正你嫂子嫁进来 这钱呢也是要花的 那还不如给你提前花了 他们不会说什么的 弟弟刚进入社会 也不懂里面的门道 但是听到自己妈妈这样说 觉得也在里儿 就同意了自己妈妈的主意 刚工作每一个月 自己的弟弟就买了一辆新车 这怎么也不对劲 谢明宇就找到了弟弟问话 问这车是怎么来的 弟弟没什么心眼 对谢明宇说道 前段时间妈找到我说 让我把彩礼钱先用掉 因为结婚后这钱还是要给你花的 早花晚花都一样 我就拿着彩礼钱 去给我的车付了一个首付 之后再慢慢的分期还款就行 谢明宇听完弟弟的话 立马就找到婆婆理论 可没想到婆婆却这样说 她现在怀了你的孩子 她也就只能嫁给你了 她得求着咱 要不谁还能要她 未婚先孕 这话说出去 只能说她行为不检点 大家都不会说你 这样说去去 她的名声也不好听 婆婆一副胜圈在握的样子 让谢明宇无话可说 也不知道说什么反驳自己的妈妈 小珍看着谢明宇脸色不是很好 本想上去去问情况 可没想到却听到了 他们母子俩的对话 得知婆婆用彩礼给小儿子买车 并且婆婆这样说自己 也没听到谢明宇反驳她 就觉得这人一点责任心又没有 可能谢明宇真的是因为孩子采取自己的 小珍没有吱声 只是默默地离开 消失了几天 之后小珍面色苍白地出现在婆婆家 对了他们说 现在我把孩子打掉了 所以也不存在孩子的问题了 既然我在你们心中那么不堪 那又何必强求的非要在一起 我和谢明宇退婚 这样你们也不用给彩礼钱了 谢明宇不知道小珍去做这样的傻事 因为这几天她怎么也联系不到小珍 一直都很是着急 看到小珍这个样子出现 一时间也知道 她听到了那天自己和婆婆的对话 就赶紧给小珍解释 小珍听完 知道是自己错怪了谢明宇 并且还自作主张地打掉了孩子 很是懊悔 而婆婆也因为小珍的举动被吓了一跳 也不再说对小珍的不满 不但跟小珍道了歉 反而让两人结婚 并且承诺 还会多给两万块钱的彩礼作为补偿 双方父母商定好 日子后两人顺利地举行了婚礼 没多久小珍又怀孕了 迎接她的将是幸福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你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大家 일단订阅 Khalid 之前现在订阅我们iversoleyebags exemplo 说明 甚至这梦 你 呢 比如说明 感谢观看